我總共在10年生5個小孩 從民國100年到民國110年 10年生了5個小孩 平均2年1個 所以你看我這樣的數量 這樣的速度 這樣的頻率 你就知道我是非常認真的在完成這件事情 哈囉 歡迎大家收看 古文關子的名人講堂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Vivian 歡迎我們的裕豐老師 各位線上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我們的裕豐老師 想要請裕豐老師分享一下 過去一段時間有沒有取得一些重要的里程碑 可以跟我們觀眾分享一下呢 我自己在這個18年快19年的金融資歷當中 有取得一些蠻特別的經驗值 這些里程碑在台灣應該也非常少數 我自己總共在這個金融的相關認證當中 我一共有17張 而且我自己也是全台灣少數 同時取得美國 中國 台灣 三個國家的財務策劃師認證 而且代表可以處理跨國跨境問題 那全台灣這個三個國家都拿到了 真的沒有幾個 再來就是我也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連續三年 2018 2019 2020年 連續三年財務策劃師比賽選拔都有得獎 那這個比賽得獎的經歷 大家可以在網上搜尋 玉峰老師的名詞 你就可以找得到 再來我也有獨家專利 是投資安全項目考察評比系統 這個是我是這個的發明人 那這個系統就是要協助投資者能夠 考察投資標的物 讓你從此不會被詐騙 讓你的風險可以少七倍 再來有一個特別的戰績 就是我是全台灣唯一一個有計劃 生五個小孩的人 那為什麼講這件事情呢 是因為很多在市場上的財務老師 都會說他經營財務 或是叫人家財務多厲害 所以他買了房子買了車子 但其實生五個小孩 我覺得比這些更厲害 當然不是要跟大家說我多會生 而是你要知道生五個小孩 他其實要負擔的心力成本 其實是圓壁買房買車大 他不是可以種途放棄的 所以生五個小孩其實就代表我 找資源 投資獲利 跟財務規劃實力 都是一般的五倍以上 但是老師你把那個 五個小孩當成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可是現在普遍就是 經濟不是很好 還是環境都不是很好 老師為什麼會有想要有這個目標 好好奇喔 對 其實老實講 其實還是蠻多人蠻喜愛小孩的 那我自己本身在大學的時候 就有信仰加入基督教 那當然在教會的普遍氛圍當中 都希望鼓勵大家多生 但實務上還是你會發現 在我們的教育當中 絕大多數還是剩一個兩個 對 這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不是大家不想生 其實會被經濟所困住 那當然我也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我始終相信 方法一定比問題多 上天不會故意來虧待你 對 只要你真的有心想要做這件事情 其實老天爺會在你身邊安排這個資源 好 那我抱著這個信念 所以我就一直去研究 怎麼樣生比較多小孩的方法 這所謂生比較多小孩的方法 不僅是在生小孩這件事情 也代表生下來之後 我要能夠讓他有足夠的 算是才藝能夠協助他 教育協助他生長 所以在這個 預備生小孩這件事情當中 我花非常多心力 所以我從我的 職業規劃 財務規劃 婚姻規劃 都是圍繞著生五個小孩去進行的 哇 看來老師生活中的 對規劃這件事情還蠻看重的耶 對對對 那老師是打算要幾年內生五個 我總共在十年生五個小孩 十年 對 民國一百年到民國一百一十年 十年生五個小孩 平均兩年一個 所以你看我這樣的數量 這樣的速度 這樣的頻率 你就知道我是非常認真的在完成這件事情 但老師目前從事的主要的 一些業務範疇 還有專業技能是有哪一些呢 對 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剛剛講到 因為我想要認真生五個小孩 其實不管大家在座的聽眾朋友 你想生幾個小孩 其實你都會擔心到財務壓力 但是我用我自身的基因證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不用好的家事背景 我也不用說有很好的 像什麼律師 快律師 醫生這種 受到非常高的職業 我都不用 我就可以算是白手幾家 透過好的資料規劃 跟透過好的財務規劃 你就可以逐步完成 像我這樣生五個小孩 那當然如果你沒有打算生五個小孩 那但是你學我這一套 那你就更好了 一定就可以買五棟房子 或是買五台車子 好 那所以我在教大家做什麼事情呢 我最主要教大家就是做投資考察 投資考察 對 我的重點在考察這件事情 而不在投資 因為很多人都希望投資獲利 可是在獲利這件事情有個大前提 是你本金要拿回來 所以本金要拿回來 其實你要首先避開詐騙這個事情 因為你一旦遇到的詐騙 那是一次就血本無歸 可是市場上你會聽到非常非常多的投資項目 比如說 水利發電案 燃銷廢棄物發電案 錄影車投資案等等 非常多 在市場上 只要你想投資 你會聽到很多朋友跟你報 各式各樣的名牌 可是你有辦法真的知道它是真假嗎 不管它的利息 不管講得多高 它的紅利有多麼誘人 可是這時候只要一旦是詐騙 其實你可能投了半年 一年三年以內 你可能就血本無歸了 所以投資考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的本質就是能夠讓你透過 考察必詐騙 讓你的投資降風險 讓你的理財增效益 再來因為可以透過考察這件事情 你也可以讓一些優質的企業 順利的取得資金 因為在投資考這件事情當中 可能很多都不行 可是一旦考察一旦考察 一定會發現 有些優質的企業開始出現了 那我們投資它 第一個對我們有保障 因為我們已經考察過 這個分數比較高 第二個這些企業得到資金 它是不是可以壯大 它可以壯大 它可以對民生對更多人有幫助 當然這企業賺到錢 當然也可以回歸給我們 所以它會是一個好的良性循環 再來 其實 財務規劃本質是一個人生規劃 所以什麼叫人生規劃呢 就是我的服務範圍還有一個領域 就是不是只有交你投資考察之外 還會交你職押規劃 婚姻規劃 跟糾紛處理 因為 人生的財務規劃這件事情當中 我剛剛講的 它其實是一個 全人生的過程 那全人生的過程中 你的工作如果沒有做得好 你來說 你的職業規劃規劃的不好 你沒有找到一個可以長期發展的工作 還有你的婚姻沒有辦法讓你 開心舒服 甚至婚姻給你造成困擾 這些都會讓你在投資上面 埋一下地雷 埋一下遺憂 對 甚至你大部分賺的錢 會在這個部分損失掉 當然還有一種叫糾紛處理 糾紛不是我們樂意發生的 可是都知道嘛 這個人生不如一十之八九 你也不可能永遠一般風俗下去 當人生遇到逆流 遇到逆境的時候 你要有辦法處理這些困境 否則你可能大半分的財富 也會賠在這個部分 所以這一塊我也會教大家 主要集中在 車禍離婚分家產協助 這四大面向 希望這些東西的協助 能夠讓大家完成 你整體的人生規劃 哇那其實看來 就是投資跟生活 還是有很多息息相關 對啊對啊 應該大家有很了解的 我們遇風老師的一些 專業的領域吧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 我們遇風老師 分享的一些小撇步 那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喔 對 持續追蹤我們 遇風老師的頻道 請歡迎開啟小鈴鐺 關注我喔 謝謝大家 好那我們下集見囉 拜拜 拜拜